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 大家好 欢迎收听声东机西 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 我是徐涛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的于洋老师 他是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 哈喽 于老师 你好 徐老师 你好 今天可能听众会觉得我们的声音会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于老师家里吧 对对对 刚刚于老师说我还有点水腻 对对对 因为最近这个论文也比较多 基金也正式要解题 就是要交这个申请的截止的时间 所以不太能够跑那么远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接受采访 对 然后今天我一跑过来就发现 我的录音设备的SD卡居然没有 对 然后我们是赶紧 赶紧用了这个算法平台去做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 有没有算法平台 今天我们就录不了这个音 对 然后我就只能够哭着回去了 对对对 对 我们是通过平台赶紧下了个单 然后半个小时之后有一个快递小哥就闪送SD卡过来了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还是跟我们的话题会有点关系 非常有关系 对 对 那个听众可能也知道我们过去其实讲了好几期算法平台 包括也有听众说你们讲的平台你给他下个定义好不好 就特别是有一期是跟人大的董陈宇老师 OK 董老师 对 这一期你好然也有关注 对对对 然后就是其实他在聊这个平台的时候可能更加从传播学的角度 没有给出一个特别的定义 但我知道您也研究这个可能会有比较独特的一个视角 因为是经济学的视角 对 我想这个定义是比较好下的 就是我们只要抓住一个问题 就是平台到底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服务 我把它叫做一种撮合服务 或者说是我们叫做市场均衡的寻找和提供服务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买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供求双方 基本都会说供给侧 它是生产了一张桌子 生产了一个椅子 或者它给我提供了一个餐饮服务 这个都是双边的 平台它一个比较独特的点是 它提供了一个服务给一个货物市场 或者一个服务市场的供求双方 也就是说我们的平台提供的是说 我帮你们两边找到你们应该有的均衡在哪里 打个比方 我们今天你忘记带SD卡了 这个时候徐老师需要的一个服务市 第一能够找到周边哪里有很快能够卖SD卡的人 第二他需要一个服务市 我需要能够有一个人能够尽快的把SD卡 从商家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我们首先这里面有三个市场 第一个市场是SD卡的买卖市场 徐老师要买SD卡 有一个商店他在卖SD卡 第二一个市场是配送服务市场 徐老师需要有一个配送员 把他买的东西送过来 配送员需要有一个顾客接受这个服务 第三个服务就是我们平台提供的服务 平台提供了帮徐老师和SD卡的商家 牵线搭桥的服务 也提供了帮徐老师和配送小哥 牵线搭桥的服务 所以平台很清晰 他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牵线搭桥的撮合服务 其实说起来就比方说以前的那种集市 他也是提供这样的服务 他提供了一个地方 然后感激的人过来卖东西 然后要买东西的人跑过来 其实也是类似的 有类似有不同 类似的地方是他提供了一个空间 那么感激他提供的是一个物理空间 那么在网上他提供的是一个虚拟空间 虚拟空间消耗的是储存 是算力 是能源 还有一些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自由市场 他也有市场监管的部门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自由市场 其实都有一个市场管理委员会在那个地方 他维持基本的秩序 你不能抢买抢卖 你不能抢东西 你不能有黑社会来收保护费 我们在平台的上面 他也有相应的这种治理服务 你比如说我们在淘宝买东西 我们的钱是首先交给淘宝 等我收到货以后 确认这个货质量是好的 是符合我们之前的这个买卖的合同的 淘宝再把钱打给商家 这样既保护了商家的利益 也保护了用户的利益 所以在这些方面 在提供一些基本的管理的这些服务方面 他们也是很类似 但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一个传统的自由贸易市场来讲 它提供你一个场所就完了 你去找到你想要买的东西 是你自己去寻找的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今天的平台 它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服务 它来帮你找东西 之前的那个找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其实也还不到看不见的手 因为你真的要去找 看不见的手是说 我可以货币三家同样买这个 我比如说我们今天想买SD卡 我知道有三家在买 那么我去货币三家 那么这个一定程度上和看不见的手一样 但是我们想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里面 比如说今天我们想买韭菜 那里面有卖白菜的 有卖鱼的 那我要找到那个卖韭菜的摊 这个还不是看不见的手的问题 是我真的要去寻找去搜寻 互联网的这个这些平台市场里面 它是帮你做搜寻这一步的 不管是你自己去输入关键词 它帮你搜寻 还是它根据你的行为 猜你想要什么东西 推到你面前 那这个其实都是它提供的一种算法服务 这是算法平台和传统的市场的管理者 或者市场的组织者不一样的地方 它提供了额外的服务 那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视野 来看这个平台的东西 它可能并不会说 我们现在所有的大的独角兽的公司 都是平台 当然 淘宝它肯定是平台 对 字节提供的新闻也是平台 是因为大量的 比如说它在社交媒体的时候 它把内容的消费者和内容的产生者 对 是撮合到了一起 多方的撮合到一起的这个是 当然比方说 比如说矿市就不是做平台的 矿市 矿市是什么 做那个人脸识别 对 所以这里边可能就有个问题 就如果说平台就是撮合交易的市场 那算法在里边 可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作为我这样一个只学过 简单经济学的外行 可能会知道像市场均衡压价格的形成 背后是有看不见的手的 但感觉现在算法 其实它拥有数据量之后 它其实是可以计算出价格 可以去调节工序之类的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替代了看不见的手 首先第一个看不见的手 这个词呢 你在1950年之前 大概可以这样讲 因为那个在1950年代之前 我们大概不知道看不见的手是什么 觉得是一个在虚空中的一个power 但是在John Nash 他做了这个Nash均衡的分析以后 1950年代1960年代 经济学家对看不见的手 做了非常清晰的刻画 这是肯尼萨罗 德布罗伊和McKenzie 这三个经济学家 他们分别做了很多的工作 今天其实发现 看不见的手是很清晰的 它就是一个算法之手 它就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一个算法 它的优化目标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它怎么和供给方和需求方 互动也是很清晰的 它实际上在最小化 我们叫做一个超额需求 超额需求是 一个方程的名字 在这个之后 实际上看不见的手 就已经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它就是一个很机械的一个算法 存在在自然中的一个 可以用算法描述的一个机制 而且这个机制是很机械的 我们如果这么去看它的话 实际上垄断也好 还是一些这个投机倒把也好 还是一些欺诈也好 实际上都是在玩弄这个算法 所以玩弄算法很早就存在了 那么这也是市场失灵的原因 因为它的算法 它有它的这个缺陷 那么问题来了 它和我们在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 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我知道你比如说马云同志之前讲过 这个平台经济就是计划经济 这是不对的 不管是自然的这个算法 就是我们看不见的手 还是我们今天的平台 它和计划经济根本的不一样 是它是通过获取 每一个人的偏好的信息 让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决定 你比如说我今天想买SD卡 那我就买得到 我不会因为我想买SD卡 但是计划者说你今天没有配额 我不卖给你 对吧 那最多是供给者说我卖完了 那我卖不了给你 不会说我供给者有 然后需求者也需要的时候 然后我中间有个计划者说 不行 你这边没有配额 所以他不能卖给你 你没有这样的管制 今天的计划经济也好 从前的自由经济也好 实际上它都有一点 它都是自由的 每一个人自由的做决定 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 那么怎么自由的做决定呢 根据平台或者看不见的时候 给你的信息做决定 这个信息有可能是错的 看不见的时候也会给错的信息 然后回到算法这里来 你刚刚有说看不见的时候 这个后来是可以用公式来表达 但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步 就是相当于是算法 它一方面表达了 可能在多边市场上 会有的一种状况 但同时 现在这个市场 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了 它是一个公司 然后通过这种算法来进行操纵 对 就是无非是原来那个算法 是自然的一个状态 听天命的状态 对 这个清华的计算机的徐老 是有本书叫算法统治世界 它讲的是我今天在计算机 学科兴起以后 哪些地方我们用到算法 实际上如果我们再把视野 再拉远一点 看整个历史长河的话 即便没有计算机学科的时候 实际上整个的社会运行 也是可以被描述为弱感种算法 包括选举 包括我们的市场 都是一样的 无非是我们用的算法不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是用一个人工的算法 去代替了自然的算法 去产生的是信号 去控制的是信息 而不是去直接的调配我们的资源 这是有根本性的不同 我估计 就虽然这一段听起来 可能对于某些听众而言 会比较难 但是我估计大家就已经 多多事好会理解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看到的平台 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市场 同时这个算法其实就是以前的市场 让它能够作用起来的一种数学表达吧 对我们想象一下 我今天想买SD卡 我们其实不知道 我家周围哪里有SD卡可以卖 如果没有一个平台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会开着车出去 首先去找可能会有文具店 或者电子产品商店的这些地方 进去以后我们得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搜寻 搜寻到了若干家以后 我们才开始进入到我们传统说的市场 或者就是比方说20年前 我们在清华附近就是去海楼 对 比如20年前我直接就去中关村了 我从这儿要到中关村 到中关村以后进了大厦以后 我一家一家的去寻价 那个开始进入市场 进入市场 但是前面还有一整段 寻找市场 寻找市场 我们得到那个地方 首先第一件事情 平台不一定非要去处理SD卡市场内的事情 它第一步首先要帮我们去处理掉 我们怎么到那个大楼的问题 对 当我们说这个平台的时候 或者是说算法的时候 我们得讲 就是平台今天的算法有好多种 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 它首先提供了你进入一个市场的服务 就比如说我想买菜 我今天打开一个买菜的一个软件 我实际上就是直接进入了一个自由贸易市场 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可以在这家买 我也可以在那家买 这个时候它没有给我提供价格服务 为什么呢 价格是卖家订的 它只是把价格标出来的而已 当然中间收了个手续费 这个跟你刚刚讲的那个市场管理办公室没什么区别 市场管理办公室 你要进我的市场 你也得交比管理费 所以它没有代替传统的自然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什么时候它开始改变那个看不见的手 我来推荐 你看这家菜铺 而不是那家菜铺 我有一百家菜铺 我也不可能每一家都询问到 对吧 我可能就询个三五家 它先帮你选一下 我推荐你先询问这四五家 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影响 或者部分的修改看不见的手 再进一步 比如说我们打车 如果我们假设一下 没有出租车的时代 我们怎么形成价格 我要打车的时候 站到路边摇摇手 如果有司机来的话 来了以后我们寻一下价 寒妥一个价格 上车 今天如果说是用 网约车平台去打车的话 价格怎么计算 是网约车平台订的 既不是司机订的 也不是乘客订的 这个时候实际上 乘客是在和平台打交道 司机也是在和平台打交道 这个时候平台就代替了 看不见的手 因为真正你如果去看 阿罗德布洛伊麦肯锡的 那个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在一个 完全竞争市场里面 买卖双方并不是互相在博弈 买家是在跟一个price maker 就是那个价格 看不见的价格制定者在博弈 然后卖家也是在跟那个 看不见的手在博弈 所以在这个时候 滴滴是代替了看不见的手的 再重复一下 当你去买菜 进入一个买菜软件 他并没有什么推荐 你只是就是根据离你远近 他把这个菜铺子从头到尾列了一下 这个他没有代替看不见的手 但是滴滴或者北汽 这些约车 网约车 他就代替了看不见的手 比如说淘宝 他就有代替看不见手的部分 或者有影响看不见手的部分 所以都是平台 他不一定代替了看不见的手 就是如果说算法或者平台 它是可以有很多种形式 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 那我想可能大家想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企业没有选择 让它变得更好一些 因为我想大家也能够看到 有很多讨论是算法呀 平台呀 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是带来一些外部性效应吧 我们要知道 首先它是一个技术问题 去年特别火的一个东西 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小哥 那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 对 是 非常有洞见力 但是呢反过来讲 算法是什么 美团有的选嘛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 现在这个学生这个温文涛 他已经去麻省理工了 非常出色的学生 我当时跟他有一个合作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劳权保障的算法 他能够长什么样 他最好能够做到什么样子 每一方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当然这篇是发在了去年的 控制和决策的一个会 就是说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个 非常严肃认真的理论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学分析 当然就是说 OK我们从前的建模有没有问题 从文献的书里看 从前的建模是有问题的 你说的建模是 算法建模 不只是这个平台 他自己的算法建模 你去看所有的学界 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建模是不是有问题 他把它建模为两方的问题 你有用户来提出服务要求 这是一个排队论的问题 然后我这个平台是一个服务商 我根据你来的需求 来需求的分布 我应该怎么去构建算法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发现的确 整个算法构建的范式 它有问题 这个问题不只是美团 饿了吗 这两家 整个学界都有问题 抽象的时候 他说我就是一个双方的问题 你有用户来了以后 我就给你提供服务 我们后来很多的算法 他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模型基础上 OK 那我们换一个建模的视角 就是说我们换到小哥的身上 小哥他面对三方面 首先需求 来了一个需求 给到平台以后 平台会给他 那么第二一个 小哥要到店里面取餐 然后送 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去看的话 这里面实际上主体不是双方 不是平台和用户 而是四方 平台用户小哥和餐馆 而这个过程也不只有 我服务你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他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他有找到一个小哥 把这个小哥派到这个餐馆里面去 小哥还要在餐馆里面等 然后再送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小哥的大量时间 是浪费在了餐馆里面 他在等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消息 小哥非常着急 把餐馆砸了 所以就说这个实际上是说 当我的这个工程师们 或者说我们的学界 他在算法建模的时候 你的这个初始这个算法建模 可能如果过于的抽象 过于简单 你可能会有一个社会后果 这个还不说平台有没有干坏事 我们先说这是第一 经过我们这样的建模以后 我们说OK让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把问题放置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有没有改善的空间 第一个结论是有的 我们的饭馆 这个商家他有多少个单 是在线买饭的单 但他其实还有堂食 堂食他有多少单 他现在有多少单 两个小时以后有多少单 这些信息如果用上 这些信息如果餐厅披露给平台 用上的话 能够大幅的缓解 外卖员和用户之间的两难问题 但难度就在于参馆 他没有这个数据可以接入 第一你那么你首先你就相当于说 我需要参馆把这个数据接入 第二一个你就会要求平台 你在做调度的时候 你需要提前有一些这种预测和 信息的收集 把这些东西要放到你的算法里面来 第二一个是我们看到了 小哥的安全和用户的需求 和平台雇多少人 这三件事之间矛盾仍然存在 我信息输入以后我可以缓解 但是矛盾仍然存在 也就是说我平台如果多雇人 我小哥的安全能够有保障 送餐也会更快 这个毫无疑问 当然小哥的收入当然也会有所变化 对吧 如果用户耐心一点 那小哥也会更安全 那平台也不用雇那么多人 所以这三者之间的利益上的对立 它是客观存在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它不是平台的问题 也不是小哥的问题 也不是用户的问题 你政府需要出面了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 我政府不能总是只保护用户的权益 我也需要保护小哥的权益 我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保护平台的权益 要不然我平台不做 对刚刚说那个多雇小哥的时候 平台就可能想 那我的利润就压爆了 我的利润降低 不仅平台的利润降低 可能小哥自己的收入也会降低 对小哥也是 甚至小哥之间会竞争 会竞争的更厉害 对吧 你卷起来你很难讲 对卷起来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在这个讨论中 实际上要意识到一点 政府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的监管 它不是说不停的打平台 政府的监管首先要明确 你要保护各方的最基本的权益 你不是说哪一方的代言人 用户是人民 小哥是人民 小哥也是人民 很多投资平台的股民是不是人民 他也是人民 平台的雇员是不是人民 也是人民 你在做的时候 你实际上首先我要保护 小哥的基本劳动安全 这件事情你要通过 像我们这样的算法的分析 你说我的立法应该怎么弄 另外一方面你要敦促这个平台 去说我要构建一个这种更好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机制 比如说商家你如果贡献信息 那我可能给你一些什么好处 或者这个优惠也许是平台出的 甚至有的是政府出的 因为它是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性 所以政府我比如说你如果信息更贡献的多 我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给你一些反税 这些东西的政策设计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用户这边也是一样的 用户这边你比如说你如果等 我给你一个等或不等的这种人区分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比如说我等你把我的价格降下来 比如说刚刚我们这个SD卡挺极的对吧 那我比如说我加20块加色 那这样的一个转移支付的一个机制 你可能需要敦促平台把它建起来 那么这些才是一个治理上一个比较建设性的东西 你去把平台打死了 对于解决小哥的劳动权益没有任何帮助 对但我觉得这个治理就好难 因为刚刚你也说到学界 他在建模的时候可能都会没有办法做一个更好的抽象 那我觉得这个对政府而言也真是太难了 你说的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什么 比如说困在系统里的小哥这样的研究 他社会学的研究 这是多学科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的社会学的研究工作者 不去发现这个问题 你不可能要求做CS或者做控制论的人 意识到这件事情 OK 对吧 不同的学科有他的不同的任务 他们的发现 那当然会激发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 再去提供解决方案 然后再告诉政府他应该怎么做 当然问题就是这个环说起来很美好 但是他也没有那么通常 不管是学科之间 还是从我们到政府之间 再从政府到平台之间 我们也没有那么通常 比如这篇文章 相关公司是不是要去了 那肯定是要去了 但是发生什么改变没有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你比如说政府有没有跟我要这个东西 政府没有跟我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发出来了 政府也不要 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忙 那么也许政府就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没有办法去真的去做这个管理 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很火的困在系统里面的小哥 那这个时候我作为人民的代表 我干什么 打资本 对吧 我要打这个平台 但是实际上这不是一种有效治理 包括很多今天讨论都在批评 这个资本批评算法 不是说不能批评 批评都不是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系统性问题 它背后的复杂度 最主要就后面这个复杂问题怎么去解决 关键是复杂问题怎么去解决 而且这个复杂问题的解决 不是平台一方的责任 它是商家平台和政府三方 他要进行合作来进行治理的部分 因为刚刚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就讲了 平台它是上一个市场 我们也知道就是市场从来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政府有很多监管 或者在不同的文化 或者是不同的类似于限制之下 它会长成不一样的样子 但我觉得现在更加比之前的市场 更多一个限制的是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平台 它本身也是企业 企业之间也有竞争 它在竞争的压力之下 它必然也会需要去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情 好的 你说的没有错 所以就说它甚至都不需要竞争 它就会做出利益最大化的事情 但的确是需要政府监管的地方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论文很早了 具体哪年不记得了 这个很有名的一篇论文 忘了是在EJ还是在Management of Science上发的 它讲的是说我如果说是搜索引擎 因为比如说谷歌 之前它的广告拍卖 AdSense AdWords的那个广告位 它的广告位叫做次价拍卖 我出钱最高的 就是我拍卖价格最高的人 获得第一个就最高的位置 我的这个支付是付第二高位人的这个钱 依次往下拍 出价第二高的人获得第二的位置 但是他付的钱是第三位的这个人 通过一个分析 他就会发现在一些情况下 平台是会把最相关的放在第一位 次相关的放在第二位 第三相关的放在第三位 没有市场是零 但是在另外一些条件下 他不会把最相关的放上来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把最相关的放到第一位 你比如说你搜一个关键词 你把最相关的放在第一位 使得关键词和第一个之间 它的相关度非常高的话 就没有人看第二个了 没有人看第二个 你就使得排名第二的这个位置 它的价值降低 它的价值降低以后 我这个市场上竞价的这个 第二名的这个竞价就会下去 那我的这个搜索引擎公司 收入就会下降 所以我搜索引擎公司 最优的策略是什么 让第一个排名第一的 他和你的这个搜索词 两个的相关度别那么高 和第二位之间的差距别那么大 这样的话我是收入最高的 所以这个有的搜索引擎公司 当年他们的这个口号 叫不作恶 对吧 不存在 你怎么定义作恶 就是说你的经济的动机 这个规律激励你 一定会去这么做的 这是一个经济规律 这个不是说哪个公司作恶 哪个公司不作恶 看不见的手仍然在 虽然他代替了一部分看不见的手 可别忘了 他自己本身也是在提供某种服务 在他的这个撮合服务上 也有一个更高的看不见的手 在调控这个东西 就像你说的 他会仍然要去选择 更符合利益的决策 这个时候到底市场是失灵的 还是不失灵的 如果是不失灵的 政府就没有任何介入的空间 你不要手伸这么长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但是你失灵的地方 你就要一定程度上的进行纠正 政府的介入不是代替 看不见的手 政府的介入是纠正市场失灵 使得市场机制能够 回复到一个最有效的状态 仍然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 只是说你政府避免了他的一些问题 我刚刚讲的第一部分 是说由于这个算法产业 它的生产很复杂 它要非常复杂的算法设计 和附着在算法设计上的劳动组织 所以它很复杂 那么它的这个很多问题 不是说企业在作恶 它就是因为要么就是企业笨 企业蠢 要么就是企业能力不足 要么就是整个技术进步 它有缺陷 就是你刚刚讲了 学界的建模都有问题 那就技术进步有缺陷 当然那个也叫市场 第二个是我比如说 这个企业投机 操纵市场 这个仍然存在 这个的确是需要监管的 但是这个监管需要的是 基于数理的分析 而不是基于情感的判断 对于算法市场的监管是需要的 但是它需要基于数理的分析和推导 不能够基于情感的判断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了 也会需要号召一种新型的治理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 包括美国那么多场听证会 说还要用之前的反垄断法 去打击Facebook跟Google 但是反垄断法的拆分 是没有办法去处理 类似于数据垄断这样的事情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 说到数据这个事 还有刚刚我们说提供的 类似于撮合小哥和用户之间的 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事实上这些公司 一方面它是个私营公司 另外一方面因为它是在做的市场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它已经具备了某一些 类似于公共属性 就使得它其实不光是一个私营公司 它事实上某种程度上 它也在做政府的事 我觉得这个就让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你说的没错 就是说我们在最早之前就讲一个事 就是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 为什么在算法平台没有出现的时候 政府不能够像现在这样提供 这个共享单车这种基础设施 那就是因为政府它的组织结构 它对于资金的运用 它雇员的模式 是不能够制成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维的 主要是运维 那么由于这个算法技术的进步 就像我说的 有很多公共服务不是我们从前不要 比如说共享单车 1970年代我们不想要吗 1980年代我们不想要吗 不管中国美国英国都想要 对吧 我当年读书的时候还没有 我们那时候就去买自新车 然后就不停的被偷 对吧 然后被偷了以后就会发现 到二手市场以后发现 自己被偷的车在这 对 其实那会儿我男朋友还真的说 我们学校里应该有共享单车 这个事情 共享单车这个事 对 所以你说共享单车这个事情 其实是从前是不需要吧 是需要的 只是我没有办法提供 类似的公共服务还有很多 比如说这次的疫情防控 我们在2020年疫情防控以后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措施 你比如说这个居家隔离 他可以把一个城市给停下来 包括你比如说求助 在疫情到2月3月的时候 微博上他有新冠肺炎求助的 专门的这么一个渠道 当时这个新浪 他们后来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们就是这个 有这个渠道的很多 人民网也有什么 他说他们是 他们是这些渠道里面最有效的 他说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最擅长 从这种有噪音的信息中 去把关键的信息提取出来 你说的我们是 就微博 因为他们大量的处理这种问题 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疫情 关于疫情的信息非常多 首先说大家如果要求助 我给大家一个模板 然后给大家一个标签 然后我又要把这个模板和标签的信息 有效的提取出来 这个需要帮助的人 他需要什么帮助 在什么位置 我要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政府 政府要告诉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要去调配资源 把这个求助的人找到 解决他的问题 到后来基本上一个小时内 或者说几个小时内 求助就能够解决 这个链条是非常长的 你要组织这个求助 你在网上说了 新浪是个私营公司 他也不在当地 他的主要技术力量还在北京 他在北京把你的信息处理过以后 交给在北京的某个部门 这个部门要传到地方 地方要再根据这个东西 去组织资源 解决求助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 非常复杂 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在没有新浪的时代 或者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有没有可能做这件事情 不太容易的 我们再想一个 如果不是在中国 有没有可能做这个事情 也不是太容易的 这是林一福老师讲的 有违政府 我们的政府非常聪明 也非常能干 也非常有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 相同的事情 发生在Facebook上 Twitter上 那时候大家可能忘了 有的国家家人死在家里面 几十个小时都没有人来管 他已经对吧 他在Facebook上说了这么多 转发量这么高 没有触发当地的公共服务 那是因为平台和政府之间 没有一个写作关系 所以在2020年7月8月以后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专门做了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发现在疫情期间 中国的应急治理 非常的有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说 我是平台和政府 在共同进行 在共同合作 进行一个议题化的治理 这个还体现在 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封城以后 是通过我们的外卖平台 去送物资的 为什么 大家想过没有 比如说我要去送物资 小哥他要知道什么 他要知道东西很多 他要知道 余杨家住在A小区的B楼的几 那我怎么找到A小区B楼 我要从最快的时间 找到这个地方 如果去到外卖公司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小哥 可能要一两个月 他还慢慢的对这个区域熟悉起来 区域熟悉起来以后 他送餐的效率就会提高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北京市的某个局长 他曾经去体验过当小哥 是吗 对 他一开始一天送不出几单去 为什么他不熟啊 那个地方 对我今天来找你家 换了个门我就找不着了 找找了 他不熟啊 这个地方对吧 所以你比如说 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过程中 培养了大量的这些能力 他在日常 他支撑的是我们的商业活动 在疫情的时候 当时这些力量 这些外卖的力量 就被用来支撑了物资的配送 而同时他的这个配送是和网格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合作在一起在做的 对吧 因为呢可能外卖员进不到小区的时候 他的这个配送就是一个政府和企业的一个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您刚刚说的很对 平台他今天已经不只是一个饭馆 或者说是一个日用品 日用品的生产厂家 因为他储备了这些能力 所以他就有参与治理 贡献治理的责任 那么他有没有参与治理和贡献呢 有 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期间有这个报告 我们都你们都可以在网上查到 有没有呢 有 但是的问题是 有没有给他立法地位 立法地位 合法性的地位 比如说 我们的美团和饿勒马 这些外卖平台 每天他要负责我的餐饮的卫生健康的这个监管 是吗 你管不好的话 你就出问题了 我只是知道 这是他的品控 外卖小哥七天要做一次核酸 对 七天要做一次核酸 对吧 然后但是问题是 你比如说我的这个外卖 我的这个卫生健康 我需要去管的 然后有些平台 其实他还涉及到这个知识产权 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这个知识产权核查 你有没有这个知识产权做这个事 某些平台也没有做到 不是没有做到 就是天网灰灰 只要是灰灰 书总有漏 对吧 他不是没有做到 他就是有漏 这个能力问题 他有没有日常做监管 有啊 但是他凭什么 做这个监管 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推特 Facebook都删了特朗普的账号 这件事情 你一个私营企业 有什么权利去删一个 时任美国总统的人的账号 对 这个当时在美国 简直就炒翻了 这个炒翻了 对吧 当然我们后来也有一篇论文 去做这个问题的讨论 看看中国人民 觉得有没有道理 然后什么样的信息 会影响中国人民的判断 但是无论如何 一件事情就是说 平台现在 你看Facebook Facebook公然放开了 对俄罗斯的宠恨言论管制 你觉得就是说 你的这个立法和监管 这么随意吗 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跟你讨论的 就相当于是 我们前面都在说的是 他们已经有了 他们已经有了权力了 对 已经有了权力 但是他们的权力 第一 没有被合法性的认定 第二 没有被监管 他的使用非常的随意 是 俄乌冲突之后 好多俄罗斯账号的NFT 就没了 我觉得这个不就是 肆意的对私人财产的践踏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真正要去面对的问题 你比如说市场监管 这是一个有心的挑战 但是 范式仍然是老的 处理范式的问题 我们一点都不愁 无非是推公式 你对平台的监管 一定要基于数理的推导 而不是情绪的判断 那数理推导 推公式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刚刚说的 平台有了政治权利 那你这个政治权利 你是不可能剥夺他的 你剥夺不了 因为他的技术掌握在他手里面 我们举个例子 无论是阿里还是腾讯 你有可能成立一个政府部门去代替他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顾不起这些工程师 你的政府组组织 也不可能像人家阿里腾讯 这样的企业组织一样的去组织 所以你政府是不可能做这个事的 那么 这就意味着 他的这个技术 使得他去在一线去做事情 使得他有了权利 这个权利非常的大 你要怎么监管他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这些算法平台 还赋予了平台上的这些用户 超过不用平台的 其他公民的政治权利 对是 对吧 比方说老年人 比如说老年人 我可能不太用 那我的声音就在微博上看不到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舆情对于政府 它是有影响 对 那么相应的政治权利 在公民之间 它的平等性就分布就变化 这也是第二重的挑战 这两重挑战 它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 数理推导的问题 它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怎么理解 这些权利和传统权利之间的关系 和我们未来的社会组织 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 那么去年的 人工智能治理论坛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关于元宇宙的 一个分论坛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下一阶段的互联网的这个时间 我们要回答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包括了 我们有虚拟空间的情况下 在虚拟空间中的主权制权 基本人权 等等 这些它的定义问题 就像你刚刚讲的NFT 俄罗斯的很多NFT就被没收了 这实际上是虚拟空间中基本人权没有被很好定义的 以及保护的一个具体的案例 所以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思考 它不是数理的分析能够完全代替的 它需要我们在根本的其他学科 政治学 其他学科的理论上 需要去他们去回答 他们回答完了 我们数理方面的才能分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新又太宏大了 而且它是超越国界的事 比方说NFT这个超越国界 而且之前我们多多少少可能提到 我们说虚拟的这些IT公司 它一方面是公司 一方面事实上有点像是一个虚拟小国度 你知道Facebook 它就是一个虚拟小国度 然后它的类似于治理的领域 就是它虚拟的这个提供的服务的范围 对 对财产的制裁它也是有 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 这个虚拟国度的统治者 是小扎呢 还是Facebook的工程师呢 还是我们这些网民 或者他们的董事会和投资人 还是董事会投资人 还是他所属国家的政府 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看起来各方都有权利 对 而且这边这种的权利 就比方说之前可能政治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 你这个是 你怎么组织它 你应该怎么安排它 对 你这个是军权神兽呢 你还是一个民选政府呢 还是通过一个立法 使得你这个总统是代表 但现在没有呀 现在没有 所以我觉得互联网下一个阶段 当然也是我目前最关心的研究问题 那毫无疑问反垄断这个事情 我当然关心我们传统的研究领域 看我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话 我会发现我最近最关心的就是这些问题 新的这个赛部空间中产生的这些新型的权利 是什么 怎么组织 怎么安排 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而且这个的确是一个特别跨学科的领域 我不认为说完全不懂建模的人会能够搞得清楚 新型的政治下会是怎样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 是因为他一定要懂算法设计或者算法问题的特性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想看社交网络 他的这个问题的话 大概要懂一下社交网络 现在他的这些推荐算法 或者他的这个监管的这些算法 他到底怎么实现呢 那么 抖音的算法和微博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微博的算法和推特的算法 包括他的界面设计也不一样 这些都会深刻的影响他的组织 这些权利的组织和运作 我觉得下一步在这些方面做研究呢 他需要我们对计算科学有基本的认知 但是也有其他学科的系统性训练的一批人 他培养出来才能够 不管是从理论上构建也好 还是现实的这个操作也好 才能够做这些事情 对 这个也跟我们上次谈到的一个就是 之前的无论是你的权利的分配 还是法律的执行 它是在一个类似于现实空间当中的 但上次我们也谈到Code is Law 就是代码及法律 就相当于是 现在某些东西在限制你的言论 或者限制你的行为 或者要执行的时候 它可能是在代码层面就可以完成的 对 Code is Law它的这个变革和 我们刚刚说的还是不太一样 我们刚刚说的是说 我的整个从算法建模到算法设计 到它的这两个决定 它的算法性质以后 它决定了虚拟空间的社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权利是怎么形成和组织起来和使用的 这个是一个问题 Code is Law 它讲的是说 我的这个Code它决定运行规则 它一方面当然可以支撑我们上面的讨论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未来的很多监管 实际上是可以通过Code去完成的 你比如说现在出现的智能合约 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心监管的一种模式 对 包括你刚刚说的像外卖的要怎么去监管 它可能就不是一直禁令 你需要的是说 你要去敦促它构建一个这样的 对 算法 比如说平台有没有动机 那个是下一个分析 如果平台没有动机的话 你政府要敦促平台去做 甚至你可能有一些财政上的扶持 去让它去做这个事 对 因为之前刚聊过那个两性平等的事 那你要两性平等 你一定要在算法层面 可能就是把它写进去 实际上你比如说最近 我们在做算法监管分析的时候 也在做人工智能 它的两性平等的问题 你会发现 人工智能两性平等的问题 相当的技术复杂 你要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你一定是构建在你对算法理解的基础上 但是问题是 这件事情不是政府的责任 首先是学界的责任 首先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因为政府没有研究的责任 在整个社会分工里面 政府不是研究部门 你这么前沿的问题 你没有理论 没有工具 没有方法 没有论述 你让政府怎么监管 政府也没有办法 你让平台怎么监管 平台政府都没有办法做监管 所以首先我想是 研究界它 要有足够的投入 去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比如说算法歧视的问题 我们看到有很多算法歧视的问题 它是为什么 很多人讲 它是学会了人的歧视 那么两个问题 它真的学会了人的歧视吗 第二个问题是 它能纠正吗 纠正的代价是什么 对吧 这些问题都依赖于 我们对算法的理论分析 那么我们最近 很多的工作也都围绕 这个东西在展开 这样一说起来 就真的是 未来无论是公司 还是平台 还是学界 还是政府 都是需要 引入越来越多的 对算法的理解 然后改变一种思维方式 改变一种思维方式 所以我一直觉得 今天我们讲通识教育 好像都是 大家要能够 要有人文情怀 我们非常同意 但是我觉得 另外一方面 在新的时代 就像是 今天所有的大学生 都要学微积分 一样 你哪怕你 不管你是中文系的 还是数学系的 它是变成通识教育 对吧 基本的这种概念要有 那么实际上 我觉得未来 计算机需要构建一个 这样的通识教育的课程 甚至是进入到高中去 实际上 我们院 其实 做了一个 关于人工智能的 高中的一个教材 是吗 对 这个活动我没有参与 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特别好 它提供了一个想法 说 我如果做一个通识教育 你要让 十六七的年轻人 学什么 形成什么样的意识 怎么样思考这个东西 当然 一个大的约束条件 是今天 CS不是高考的内容 是吧 所以你对于 这个家长来讲 我可能没有意愿 花精力 在高二高三的时候 这么宝贵的时候 我给你学这些东西 但是实际上 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 他如果在高中 能够开始 知道 当我去谈 人工智能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去 想成一个哥斯拉 或者想成一个 黑客帝国 他在干什么 是很清晰的 我们今天的数学 可以很明确的讲清楚 你们高中生 也可以懂他的 基本原理 那么 你有这个意识 你再去看 我们的治理问题 再去看 比如说 外卖小哥的时候 你就不会说 就是简单的说 这是平台之恶 之恶 它是算法之恶 算法就是算法 它就是一堆符号 放在那里 它是不是恶 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 算法分析分析出来的 恶可以通过算法 对 就算法是不是恶的 一个算法是善的 还是恶的 完全可以通过算法分析 分析出来的 所以分析衡量的指标是什么 指标就是它 会来带来什么后果 这个后果是不是它 系统性的 目标性带来的 如果不是系统性的 它只是它的算法之蠢 不是算法之恶 算法之蠢 我举个例子 这些年来 人工智能领域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叫做攻击 一张熊猫的照片 人看是熊猫 机器看也是熊猫 这个时候 我们加入一个噪音 人看还是熊猫 没有任何变化 甚至我都看不出 加了噪音 你让机器看 它说这是大猩猩 人没有问题 机器一看 看错了 这就不是算法之恶 这叫算法之蠢 人工智障 人工智障 那么你比如说 我们在外卖配送的 这个过程中 这个问题本身 一定会有百分之几 或者万分之几的情况 我这个小哥 延误的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用户 可能也非常怒 然后小哥也赶得非常急 非常危险 这个不是算法之恶 像这种万分之几 这个就叫做 它的系统性 一定会出现的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 你是要去通过保险和个案处理 去处理的 而不是说 你去把这个算法平台给打一顿 那我举一个例子 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个例子 是说现在的算法 会去看所有的外卖小哥 大概就是送这个单的 平均时间是怎么样 然后在这个平均时间当中 可能他会说 原来大家 因为外卖小哥又想多赚钱 他们就会有点像自我剥削 一定要骑得更快一点 闯红灯也行 使得系统就认为 这两个问题 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是 假设外卖小哥不这样做 所有的都是按照人们想象的做 都像乌托邦那样的话 我照样还会有这个后果 这是系统性风险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乌托邦的人们 通过个案来分析的话 他会觉得那个不是乌托邦 那个就是坏人 干坏事造成的 不是 那么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是我们刚刚讲的建模问题 我刚刚说的是第一重建模 第二重建模问题 就是说 他的这个机制设计 不足以让小哥去认真的思考 他自己的风险问题 就是我们来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是一个外卖小哥 我想的是 我三年赚十万 回家盖房娶媳妇 违反交通规则 快 我可能使得我的交通事故率 从一个正常水平 往上翻了两倍三倍或者五倍 看起来他比平常的人危险 但是实际上你算那个概率仍然非常小 那么一个理性小哥算一算 我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死掉 或者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损失 和十万比 如果比十万高 那我可能就小心一点 如果比十万低 我就保充一点 理性经纪人的假设 如果假设理性经纪人 或者他哪怕他是风险规避的 我们也可以算一个这样的值出来 这是第一个理性基金人 第二个还有非理性的存在 他在没有被撞的时候 他会低估被撞的成本 就是他没有被撞的时候 他不会这么 很多没有感染新冠的人 都是没关系 但是你等他感染了新冠 他的整个不是这样的 还有非理性的部分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都要去处理他 理性的部分有没有机制设计 可以通过好的机制 去让小哥通过理性 降低他的冒险行为 那比如说 像机制设计的分析就要去做 这个估计就是政府需要介入的部分了 对吧 政府需要介入 然后平台要落实 我不觉得平台 他会主动有这种意识 觉得这个是我需要去想的 也不一定 我觉得我还没有分析 我不好这么说 因为你说实话 外面小哥出一次事故 对平台来讲 不只是这个要陪小哥 或者陪谁的这个问题 他的这个舆情对他的这个损失 对他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 所以就相当于是 舆论也扮演一个可以把他往 可以push他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角色 但是问题是 我有没有这个策略来做这个事 有没有可能做这个事 机制设计 我有存不存在这样一种机制 你比如说很多人说 你帮小哥买保险 那么很简单 我买了保险以后 小哥会变得更加的愿意承担风险 还是 对 对吧 是好像之前有过研究 就是说不计安全带的人 其实开车更加谨慎 更加谨慎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机制设计 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还没有人去做这个分析 我们还没有看到很细致的 成型的 可用的技术在做 如果前沿都没有一个 可行的一个策略的话 那你去指责平台 也很难了 因为你没有工具 你告诉我怎么做 我做 比如说我政府说 你平台怎么做 或者大家不满意 然后平台你要怎么做 那你告诉我 如果这个世界上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告诉平台说 你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去骂他没有用 这叫做技术边界 所以就还是得学界来背这个锅是吗 我觉得也不要学界来背这个锅 我觉得其实民众要认识到一点 就是我技术是有边界的 但这样说下来就感觉 当我们说平台的时候 我们又会说平台又是 无数个程序员在做事情 无数个程序员可能他完成的 就是眼下的OKR或者KPI 然后他们无数的行动 组成了最后的 他们甚至都不是KPI 因为如果真的去看程序员的话 他其实这么大夫 你编一段代码 KPI啥 所以就相当于是 就是在面对我们说 就是这个事情 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 其实事实上是没有 我们目前的监管技术 是远远落后的 对就没有人能够对此 甚至不是说负起责任 我觉得负起责任还太远了 就甚至是去思考一下 我可能在里边 是一个什么样的变量 这样的分析方法 都还处于非常初步的研究中 所以我觉得就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批评平台 批评算法 算法之恶平台 可以 对 但是问题是 他是不是恶这个东西的分析 有分析工具的 也还没有完全分析 大家都忙嘛 对吧 要教书 要写别的论文 是吧 还要有各种各样的行政的工作 人手就这么多 我们也没分析完呢 有的连分析工具的开发还在路上 你怎么去评价算法之恶 平台之恶 但没关系 我觉得你刚刚说了嘛 舆论是可以push他们 不不不 舆论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 舆论他并不知道技术有边界 他会提出很多 不可能实现的要求 然后用你没有实现这些 不可能完成的要求 去指责公司 然后push政府 以此来打击公司 这是非常糟糕的 但糟糕的地方 可能并不在于舆论 而是在于政府 贸贸然然为了 没有办法 政府必须去响应一个舆论 如果我们去看 布侃南 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没有哪个政府 不在乎名义的 只是我多多少少而已 当如果整个舆论 已经愤怒到 这个整个平台算法 都是邪恶的 你觉得 如果你政府不管他的话 那我的矛头就会指向你了 那你说政府会不会管 我肯定管 但我觉得就比方说 现在的舆论 它是怎么起来的 它又是一个平台 刚刚说平台 它是用什么样的算法 使得某种舆论到前面的 对 因为就比方说 如果是我们说 所有的声音都可以呈现出来 并且当你这个算法 是更加 更加怎么样呢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打个比方 持有我这种看法的人 或者我们这种一线 在做这方面研究的人 有几个 没有几个 我们这些一线 做研究的人 我算是爱出生的 我的那些信息 能多大程度被看到 不一定 看到以后 你想我们今天的论述 相当的复杂 对吧 对 多少的人能够接受和认同 因为毕竟喊一个 资本从出生以来 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液 这句话大家好理解的 我跟大家讲 算法有复杂度的问题 它的问题本身 一定存在风险问题 我们有的 它是提供撮合服务 有的不是提供撮合服务 它远远没有一句口号 能更加的影响人们 这个也之前和方可诚老师说的 媒介素养 在这个年代 为什么这么重要 有关系了 对 我觉得也不只是 媒介素养的问题 我们 这点我和方老师 一直有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他是记者出身 他自己非常坚信 整个记者 他们自己的这个素养 操守的建构的价值 我不否认这种价值 但是作为一个 做机制设计有关工作的人 我们更多的是考虑 人们没有素养 没有操守的时候 就是人性恶 建立在 对 这不是叫人性恶 这叫做就很正常的一个趋利 对吧 你如果相信人的自由意志的话 那你就要去认识到人的自由意志 他有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下 我应该怎么去 你比如说我们维持十个人的道德修养 是一回事 今天的新闻从业人数超过十万吧 有吗 全球啊 专业的新闻 不是说自媒体 专业的新闻 自媒体有十万 自媒体不止十万 上业 对 那么专业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 有没有十万 不一定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但起码应该过一万吧 那肯定是 你这一万人 你要说这一万人 他都要非常的有操守 那也 他不去迎合市场的需求 他不存在竞争 这是不现实的 就讲媒介素养这个事 跟你说那个高中要引入 就是通识教育 是有关的 其实是类似的 是类似的 对 我们不可能期待整个社会所有的人 全都去接触算法啊 对 通识教育啊 人文啊 但我觉得的确 但是起码 这个社会上需要 对 有一件事情我是同意方老师 就比如说 当我们去和记者沟通的时候 我们记者朋友能不能够 因为我很理解 就是说个案对于愤怒的产生 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 我们在讲这个时候 我也经常会被扣帽子 你又为资本讲话 你拿钱了 你看他又为政府开脱 就不光你了 就我们随便说一个 都会被扣帽子 但是问题是 这个无所谓 这个实际上 我们之前这个Pinus有篇论文 他把这个问题呢 建模成一个降维 人脑 它的降维处理 因为这个问题 它都太复杂了 它维度太高了 对对对 所以我人脑处理它的时候 我会降维处理 那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 我们在做未来传播的时候 要降维去传播 要理解人们是在做降维处理 我觉得是的 然后根据这种降维 这种事情 这个现实 人们在做降维这件现实 去思考我们新的传媒 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健康的传媒 就比如说我们包括 即便是记者 他的素养 他的道德情操 普遍比较高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做一个 全球十几几十亿人 都是降维处理 然后这个传播 我要能够符合这几十亿 降维处理之后 不要让他 就给失真了 失真了 对吧 我明明在讲 一个赞同的观点 他很多人真的就能解读出一个 我是在反对 但这个真的没办法 我做了这么久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未来 传播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向 其实这个也的确一直传播在做 就比方说华尔街日报 你说他是一个做金融的 他出了一本书 叫华尔街日报如何讲故事 对吧 像我们现在也 每次最难的是什么 每次最难的 其实不是我去做功课 或者像了解经济学 我并不是太了解 来跟你对话 难的是起标题 难的起标题 对 我们其实也一样 我们今天写论文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也是起标题 如果再回到最开始 这就是说明那个信息 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信息这么多 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 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有限 怎么能够辅助我们 能够更好的处理信息 我举一个 我们刚刚投出去的 研究的例子 我们知道这个 信息公开是反腐的一个 很重要的手段 对吧 巴西呢 他有一批数据 就是这个议员们呢 他的这个报销记录 实际上有很多 这个腐败的信息 是存在这个 报销记录里面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多少被发现 为什么呢 信息太多了 对 是的 你一个老百姓 你就算有心 还不要说绝大多数老百姓 没空 对 你不可能系统性的 做反腐 后来他们巴西 有一个公司 做了一个自动 人工智能的 去找异常 人工智能 做觉得异常以后 他自动形成一个 推特公开问 你们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违规 有的是有的不是 后来我们分析发现 有了这个技术以后 信息公开 对反腐的作用 大幅提高了 也就是说 你光公开信息 没有用 信息太多了 这家公司感觉 就是做了一个 那个AI检察官 就是做了一个AI检察官 那你们现在是人肉记者 那么未来 我觉得很多 是不是也可以有 传媒更多的 需要有这种 去处理这样的方案 因为信息太多了 对 我觉得是的 就包括那个欧盟 还有就之前说 那个隐私法案 出来之后 需要平台公司 或者app 给你说你哪些 侵犯你隐私 或者这用户要 我们根本就不会去点的 根本不会去 没有人去看这个东西 对 因为就算平台 花了很多的钱 给你弄出来了 我 so what 对 看好累 我不要看 对 而且看完以后 对我的绝大多数 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绝大多数信息 没有多大的价值 你得有价值的 我没有什么价值 我天天不是在家里面 就是在办公室 两点一下 或者在教室 所以你说 对于我们这种 绝大多数人来讲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 今天呢 是数据 也是因为成本的原因 大幅产生了 那么算法也因为技术的原因 大幅提高了能源转化为信息的效率 那它使得我们可以提供很多复杂的服务 但是它带来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平台多邪恶 平台多邪恶 我从来不担心 第一 它也没那么聪明 如果大家真的去看很多平台的算法的话 主要是笨 你想它有那么聪明 它都没有那么聪明 你伤了很多996程序员的心 这个不怪这些 程序员可以很聪明 但是你想我是搭一个巨大无比的系统 你这么搭一个系统 你每一个程序员再聪明 你要支撑一个巨大无比的系统 它首先是要能用起来 能用起来本身就很难 真正实用的算法 绝大多数的都比较蠢 所以今天我们真正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 还不是因为平台在干坏事 有的事我们发现了 绝大多数是因为它的算法真的比较原始 也因为它的这个建模过度简化 你想我我要服务一个几亿人 我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处理通讯 信息来了我要怎么处理 你如果算法本身已经很复杂 你是不可能 今天也这技术也不一定能够支撑 那么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 是面对的是算法蠢的问题 就是人工智障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你不是去打击平台去完成的 而是去通过一些风险处理 去激励平台提高它的技术解决的 第二它的确有坏的问题 这些坏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说 你不准不准不准就能完成 对这个肯定不行 有的时候算法做坏事 平台都不一定知道 平台可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算法做了坏事 我获得了好处 这是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的垄断策略 有的垄断策略是算法自己发现 人想不出来 他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是跟很多其他事情一起做的 比如说你去问平台的CEO 他不知道 你问哪一个工程师 他也不知道 我还是想知道一个更加具体一些的例子 有吗 过半年我可以给你 现在我们不能说 好的 那听众我们记住这句话 半年之后来找 对对对 现在我不能说 好吧 那么像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需要去你的监管 你打平台没有用 平台他就你打死他 他可能都不知道他干了嘛 这是第二种你打平台没有用 第三种打平台是有用的 但是呢 要建立在认真细致的梳理分析基础上 我今天主要谈的就这三点 至于说 他的新的权力的组织这些东西 他可能只是未来对研究来讲非常的重要 他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能回答的问题 而是我觉得未来真正大家应该关心的重要的问题 那么这个重要的问题 也不是说让大家再去骂平台 或者再去骂政府 而是说大家关心一下 以后知道这个问题挺复杂的 我们得小心 然后我们得花精力去做这个方面的事情 对 自个儿增加通识教育和算法的 一定要增强通识教育 我可以推荐大家几本比较不错的书 可以啊 比如说算法之美 生活中的算法 这是一本翻译的书 第二一个是清华的计算机系徐老师 他写过一个算法统治世界 当然他们都在讲他们多厉害 那两本书让你意识到算法怎么工作的 它跟人的社会是怎么嵌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真的缺乏一本书 叫做人工智障 或者算法之纯 我有空的话 我会努力去想想 是不是写一本人工智障 我觉得今天的聊天非常有意思 一方面可能是让我意识到 我们现在已经更加嵌合的 这个世界已经到了 但是可能我们的智力啊 我们的my study啊 其实还没有转变过来 对我举一个例子 哥伦布已经到美洲了 但是美洲应该有什么样的法律 它的这个社会应该怎么运作 不知道 对我们不知道 第二个我感觉蛮重要的就是 一方面我们自己刚刚说 通识教育也好呀 对算法了解也好 还有小朋友们 也都去接触一下这些方面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对对的 嗯对 好的那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估计可能会有很多听众 就觉得没听够 会还有一些问题想要问 那也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我们看 对我也很欢迎 这个听众朋友们 这个扣帽子 骂人都没有关系 我们非常希望看到 各种各样的反馈 吵架绝对是 人生中最欢乐的事情之一 会亲自来跟他们吵吗 可以可以 我觉得我可以 我完全可以跟他们吵一架 好的好的好的 而且半年之后 我们还要听这个案例 对对对 好的好的 那谢谢语杨老师 好谢谢徐老师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